哈喽大家好我是华英章今天要去改装一个马桶啊之前是蹲侧的现在要改成作变 因为是我一个远环亲戚嘛我老表姑的家现在年纪有点大蹲变的话老人比较辛苦所以呢我那老表呢他几次跟我说了说要给他家里给他换成一个 马桶这样的话老人做起来比较舒服一点今天呢下了一点点小雨但是我们室内干活的也不受影响 现在已经开到他这个村里这里来了现在到是到了但是我没有来过也不认识他家在哪里 要叫他出来捡我才行今天我把老妈子也带过来了啊他们老人家以前都是经常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也是也可以来聊天乐乐客 这个小线子太窄了让老菜在上面给我指挥一下 前面前面已经不能再进了这里刚好有个空地干脆就停这里了 越到里面的话那个线子就越小车根本就过不去所以只能停在这个地方 啊啊然后我就让我老夫上跟他去拉一个那个斗车出来这样把它拖进去 妈你倒下来轨迹啊快慢 我没关机啊 我没关机啊 那我没关机的哦 这里有这个烧的 还夸 抓我一下 还夸 我们要不要 要夸 这边端开了 加套加套 自己夹到 帮帮你 什么好帅的 这个 trodome 蒙蒙瘦T 基本农村上都是没有装马桶的 非常的少 只有后面新建的楼房 可能会装马桶 像这种瓦房的 根本就用不到马桶 都是用冬车的 这个村里面的县子太小了 车要进不来 然后抖车来拉 农村的卫生间 基本上都是 只有一个蹲侧来的 那么他之前建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还留着有这个水管 装了这个水箱用的 现在的话我就不用加水管了 直接把它给马桶供水就行 就这种蹲侧改马桶的 我看躲晕上还有很多师傅 他都是这样子直接坐上去 其实直接放上去是可以的 相当于这个马桶 等于是你这个人在用一样 但是你需要二次排水 然后用水箱把它排掉 这是怕我太热了 搞个大风胀来吹 我不想那样子做 我还是用这个把它全部给它打掉 然后把它放 我们可能要需要接出来 然后再给它接铲一点 我那个马桶底座比较小 不能直接盖住 所以把它打掉是方便的 等一下可以推一块装 刚刚忘记给它塞一块布进去了 等一下怕它那个桃子打出来了 全部掉到里面去 这个蹲片呢 排屋口径啊 它没有110比较小一点 然后是在下面有一个弯头那里是也可以直接110管进的 所以我要把这里给它开大一点 等下来的屋排屋管可以直接插进去 现在呢 要找之前的那种一模一样的装已经找不到了 我出去外面持装店也找不到 然后他家这里刚好有剩了一块尺寸 差不多可以盖得住的 现在把大家给它切一下 切个差不多的尺寸 先把这块装给它贴上去 因为贴装呢 我们不是专业的 所以切这块装呢 不是很标准 反正大概差不多就行了 这条110的管是直接插到最下面那个汪头的 下面再给它回填一下 再把那块尺寸给它盖上去 现在这个改成马桶的前期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现在等它那个水泥稍微干一点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马桶给它装上去 这块装贴了之后 这条黑色的水泥缝 到时候再给它抹上白水泥吧 刚刚我也是忘记的嘛 这个按键这里呢 之前它是向里面开的 我现在把它改到前面过来 这个马桶的抽水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这样装的话 就是说它一次排水就行了 有些人他直接放上去的话 你就必须要二次排水了 刚好它这个按键是在这边的 如果在那边的话 我就不用改到前面来按了 就是找不到一块一棉一样的装 我直接找了几个的 那个磁酸店 那这装都是很高档的现在的装 然后这块塑料之前有剩下的 就拿来用 还只能这样子拿后面改来 如果当时有油装的话 现在就可以装 当时没有油装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了 只能随便找一块装给它装 给它装 打这个玻璃胶 我也是给它用上好一点的 带防霉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